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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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歡的是翻糖類的 它可以做出 心理想的那一個東西 用你的方式去呈現它的形象 它的狀態啊什麼的 就是我比較能去控制它 那時候就很感謝學校的主任 就是給我機會 就是Push我去比賽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挑戰看看做翻糖 那時候我就也都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覺得好像是一個很酷的機會 然後那一天我就答應了 但答應的當天我就已經決定 好 我要做什麼 我那天就想一想 我就說啊 我想要做媽媽工作的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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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是那個圓山的金棗 小時候就是感冒可受 寶寶媽媽就會用泡熱水 就是止渴化碳的 今天要把它加進去杯子蛋糕 金棗它沒有處理好 它會有一個天然的苦味 製造過程可能要花兩三天 因為它要先是用鹽巴去鹽 然後去去清 然後煮過這樣 然後煮過這樣 今天有媽媽平常烤雞用的 我的烤箱壞掉了 從開始打工之後 有進去飯店做點心 我們才會自己做蛋糕 不然以前都是自己看食物摸索蛋 國中就去打工了 然後 就是幫媽媽分擔一點啊 自己繳學費啊什麼的 可能在學校附近的麵店啊 就是幫忙洗碗啊 一天可能兩三百塊啊那種的 就可以自己存個錢繳個學費 然後又可以有一點點零用錢 可以用這樣 雖然就是打工都是做外場的 但學校可能有一些烘焙課啊什麼 就會覺得很好玩 然後就興趣就是慢慢培養 從國中開始到現在 會浪費要刮乾淨 不然會被師父罵 先灌一半 因為我們要放盡早 大學那時候 跟媽媽還有弟弟搬出去 那時候剛上大學比較辛苦 然後打工的地方又在宜蘭 所以可能週末就會回來回家 從基隆回來宜蘭這樣子跑 然後假日做個打工假日班這樣子 回家吃個飯 然後禮拜天要回去上課了 坐車回去 先考十分鐘 現在工作在台北 就通車嘛 因為爸爸去年走了 所以我也想說 一般人都會覺得 我在台北工作 就在台北租房子就好啦 然後但我想就是通車 就宜蘭台北這樣子 對啊就可以在家裡陪媽媽 這樣還是陪伴家的時間比較重要 成功了 在國中的時候就很喜歡做點心 然後就很想要在家裡自己烤東西 然後那時候有發那個消費券 很像是三千六吧 然後在家自己壓它睡前 然後買一次台裡烤箱 然後可是放太久了 它現在壞掉了 在變媽媽的那個刺物鬼 因為它現在溫度會亂跑 對啊 然後第一次用它烤是烤泡芙 就烤一次就失敗 對 接下來放涼之後啊 我們就要裝飾 然後用鮮奶油 就是幾個花之類的 是還好媽媽蠻支持我的 蠻支持我想要做 做我自己的興趣 從國中到現在也 快十年了 這個興趣維持很久 一直到現在工作都是這個行業 就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吃自己很下去 對啊 因為興趣跟工作可以結合 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這是檸檬薄荷 我自己撞 好了 這花最漂亮 這樣子 花園的感覺 對 然後裡面是那個 我們用很原生的金棗 所以它可以挖進去又有驚喜 好的 有喔 真的剛剛好 不會太甜 而且因為這個金棗 它上次煮的吃比賽那個金棗 我就有吃過 它泡菜也很好吃 它真的放在裡面 不會顯得很甜 剛剛好 一姐請妳可以 奶油蛋糕 蛋糕 奶油蛋糕 為什麼外面蛋糕是明明暖暖的 那個是海綿蛋糕 那這個是什麼蛋糕 奶油蛋糕 奶油蛋糕 其實我過去期待說 希望說妳去出國比賽 得什麼... 我覺得如果說妳做甜點 做得妳 覺得妳自己可以很開心 不管是說 紅茶還是自己做 我覺得都沒關係 只要是妳自己選的 妳覺得開心 這樣就好了 因為媽媽做成一場那個... 比較辛苦 就是可能一件衣服 車起來啊 就是可能雞腳啊 什麼就是一個... 配件這樣 然後車一天這樣子 蠻辛苦的 那時候就覺得 媽媽工作的樣子 是最美麗的 然後我就想要 把比賽的主題 就是列成就是 媽媽工作的樣子 然後那時候 我沒有跟她講說 我要做 做她 她的樣子 然後她就會好奇說 妳現在比賽進度到哪裡啊 可不可以拍給我看啊 什麼的 我說不行 好 還沒決定 然後直到我要出國的那一天 我寫了一封信給我媽媽 然後把它翻成英文 因為我希望 別的國家的朋友 可以就是感受到 我想要表達的 那個意境跟想法 然後我就把 那篇中文的信 然後跟拍好 我終於完成的翻堂 傳給媽媽媽看 然後說她很感動 這個是翻堂 它翻堂的話 它本身是白色的 然後我們再把它用 飾品級的染料 把它染成一樣的顏色 它裡面的成分 通常是一些膠質跟糖類 膠質就讓它有延展性 跟可以可以鎖性這樣 在捏之前就要先想到就是 你可能要捏這個玩偶的話 它會需要一個耳朵 一個鼻子 然後鼻子的話 它可能會分成兩個部分來做 然後最後再把它組裝起來 來 沒關係 我已經準備好了 是小拖 他是文婷 他是醬師傅 他是Alan師傅 翻堂的話 變成可以隨自己的心意去調整 任何一個環節 那就可以以自己的技巧去呈現 蛋糕的話 就是也是要多練習 打蛋糕要去判斷 像蛋白的發性 或是全蛋打發的發性 然後做什麼樣的蛋糕 要怎麼樣的程度 那個都要靠經驗去累積 然後也剛好就是 學校老師或是公司的同事 師傅 就是會跟我分享他們的經驗 跟技巧 然後有沒有吸收 就是要看自己有沒有聽進去 跟反過練習 那你的頭髮是準備 有啊 在那裡 像他實習的地方啊 那時候都陸續 都有一些 師傅會教他一些東西 只不過他的一些 專業的那種根基 還沒有奠定很基礎 對對對 還沒有打 還沒有打得穩這樣 從學校出來 基本上知識都一定會有 可是就是 看你會不會運用 你要說有會根喔 那算快 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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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聽過他這樣說我啊 對 有啊 很爽啊 爽啊 像最近我在學馬卡龍這個部分 還有他殼的平整度啊 那些 就是最近一直在練習 那 我覺得 滿困難的 因為很需要花時間去 去觀察他的特性跟 自己的手勢啊 手法 然後還有麵糊的 狀態 很多細節都要注意 所以 突出來 第一次 第一次這麼多人看我擠我好緊張喔 哪裡 可能有一樣就是某一個細節 可能沒有注意到的話 這一次做馬卡龍就會全部失敗 就是失敗率滿高的 然後但就是 要再 去仔細的去了解他 就像跟他談戀愛一樣 他是一個很難搞的人 因為他的表現不是說特別的突出 可是他對甜點的熱忱 對 是非常 眾人 有目共睹的 畢竟我們現在已經 理論跟實作都已經要併用 所以基本上我教給你們 你們 如果學習心態如果是不好的 那可能就是教了一次就會忘了 剩下的如果你教不會呢 基本上我看你的態度不行 我就不會再教了 因為我只教過兩次 基本上你不行的話 你就是會被淘汰的那一位 有空的檯面都是工作的區域 然後自己會找一個位置 就是做事情 然後他們是 他們是早班的同事 他們很早就開始上班了 他們等一下就要下班了 然後我們上班會 會放一個五月天的音樂 然後那裡有瓦斯爐 烤箱也有這種的 還有這裡的 都是烤箱 所以一起烤東西的時候 會很熱 想像中的點心房 工作這份工作 就是一直夢寐以求 覺得是我心目中的 那個理想的工作 然後直到大學實習 進入 終於進入廚房 開始工作之後 發現做蛋糕 並不是一件這麼優雅的事情 我們在廚房 我比較像男生的個性吧 我不喜歡人家幫我 所以如果像比較重的東西 他們就覺得 你是不是扛不動啊 你是不是拿不起來啊什麼 我說沒有關係我可以 拿得動啊 只是我拿不下來 我會被砸死 我放不上去我拿得起來 師傅都怕我受傷 所以他們都不太 不太會讓我搬 他們不在的時候我就會搬 對 因為我們有 有幫他申請椅子 所以倒還好啦 對啊 然後他的手腳蠻靈活的 就是可以到處爬 對 怎麼可以怎麼樣 不錯喔 不錯喔 這個 這個只否那個蛋糕出爐的時候有 對 就是那個 那個爐子太高了 那個 就是 要這樣啊 然後踩上來 拿出來啊 然後 走起來啊 沒有 沒有 然後他在這裡的表現呢 他也沒有說 因為有學校的加持 比較神器之類的 沒並沒有 他是更謙虛的在 在學習這邊所有的東西 走路個子比較小 他呢 他自己很主動的就說 不用我自己來就可以 他是他有釋出這樣的一個反應 可能就是 希望他想要跟人家意識同友 不要極限他個子小 他就是他有 他做不到的事情 對… 這個是比較 可是我當然不希望他成長 因為畢竟在工作 安全來是最重要的 廚房的工作比較辛苦 但是 學習新的甜點的時候 或是研發新的甜點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然後很開心 我還滿想就是 去別的國家工作看看 去看別人的工作型態啊 或是甜點的風格啊 使用食材的特性啊那些 就是都不一樣 會想要去體驗看看 最後也會想要在 自己的家鄉開一家 屬於自己的甜點店 嗯 讓別人吃到我 用家鄉的食材 去創作的甜點 讓他吃到宜蘭的味道 好了 給你們吃的 都給你碗了 我自己選 好 好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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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馬卡龍是我那個 前兩天先烤起來的 它有很多細節要注意 像它的麵糊的 麵糊拌的狀態跟 蛋白的打發性都有關係 拌的方式會影響它消泡的程度 所以每個人做出來的馬卡龍都會不太一樣 裙擺就是像這樣子有出來 才是成功的 這裡就是馬卡龍的裙擺 要有裙擺跑出來才是成功的 不然它烤起來很像杏寶菇很醜 不然它就是裙擺不出來 或是歪斜 然後殼會不亮 粗糙 那都是失敗的原因 然後這是檸檬餡 然後我現在稍微把它打發一下 就可以擠在馬卡龍裡面 因為夏天到了 今天設計的甜點都比較清爽一點 我覺得 一路上可能沒有那麼順利 比賽的時候 就可能一天只睡個三四個小時 就要去上課了 然後要去打工 打工完回來 晚上再回去學校 再繼續做作品 那時候我做翻堂做到 可能都凌晨三四點 超累 會很想一拳把翻堂打爆 但是看著那個翻堂 然後就 就是像看著自己的小孩 就是慢慢的成長 慢慢的完整 現在要做的是那個 戚風蛋糕 然後它有麵粉蛋黃跟蛋白 然後還有奶油糖 還有奶奶 然後要先把 要先把蛋黃 跟粉類牛奶混在一起 跟粉類牛奶混在一起 一開始什麼不會的時候 也都從洗碗開始 然後把清潔做好 換一張稀稀的別人 也不敢吃我做的東西 這個很重要 大家分三次下 這樣蛋白的空氣的結構 才會比較穩定 要打到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是可以了 蛋白就好 有光澤就是沒有打 失敗 加進來 然後現在這樣子蓬蓬的就是很好 現在要把它倒進去方的烤模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蛋糕捲 就是這個要練習 不然你蛋糕烤起來會高低不均勻 現在就只剩機器的聲音的話 那就是它現在再把裡面的空氣消掉 如果有那種氣泡的聲音的話 那就是你的機器裡面有空氣 跟你的液體正在混在一起 你在淋的時候 你的淋麵就會有氣泡 就會不漂亮 像就是外場他們會進來廚房拿甜點的時候 就覺得好香好香 可是我們聞一整天的可能就已經習慣了 是不會覺得不好聞啦 就是聞到後面就有麻痺了 像旁邊有開始收縮呢就是經手了 這是我先做好的 生乳酪芒果慕斯 然後這裡面一定要在它還沒有流汗之前淋上去 不然裡面會整個掉下來 可以看臉 然後加兩個顏色就是像這樣子會有紋路 有沒有亮晶晶 做甜點就是一個幻想可以結合在你想呈現的東西上面 它是用剩乳肉 然後裡面有一些檸檬皮是增加它的香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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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要組合了 把我前一天做好的翻糖 拿出來裝飾 翻糖它就是 像這種有沒有 就是看圖片然後去聯絡它 然後用自己的方法跟技巧把它做出來 因為翻糖它可以做出你想要做的形狀 跟色彩 它是比較夢幻 女生會很喜歡的東西 因為它可以做出就是像卡通圖案啊 一些可愛的東西 可以用翻糖去呈現 然後現在就是台灣也開始蠻流行就是做翻糖 然後客製化蛋糕啊什麼的 然後也可以做把 比較能把自己的風格呈現出來 一些手法啊什麼的 一樣的東西可能兩個人做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做蛋糕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就是像吃到甜點的人 我為他特別設計的甜點 我的朋友吃到我為他做的蛋糕 他會覺得很開心 對我來說就是 成就感跟幸福感吧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